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歡迎大家訂閱星電視頻道 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美國星島中文電台聽鐘 我是霍永強 歡迎大家收聽時事觀察 美國軍方是否出現問題 最近吸引了很多關注 個人覺得這是事實 雖然可能沒有構成即時的傷害 但因為美國軍事力量 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 任何不穩定和內部分裂 都足以成為世界大災難 在快評中提到美國參謀部長聯席會議 主席米利在上星期三承認 因為擔心事態失控 甚至可能會令中國誤以為美國會開戰 所以分別在總統大選前後 即去年10月和今年1月 兩次與中國聯絡 保證美國局勢仍然穩定 而美軍不會攻擊中國 並且試圖做出一連鑽 預防特朗普發動核戰的措施 本來認為這件事會在美國國內快速降溫 因為繼續討論內 只會爆更多資料 不過意外地事件繼續發酵 而且情況有點兩極化 當中最常見的憂慮是 例如出軌的軍人或號戰的瘋子 所謂號戰瘋子的意思 有為數不少的評論 罕有地踩在幾十年都少見的紅線上 就是 有沒有需要限制或最少 如何監察美國至高無上的三軍總司令 亦即是美國總統 發動戰爭或發動核戰這種極度危險的決定 當然這問題亦因為不少人認為 在特朗普當政期間 曾經做出過很多驚人的舉動 及說出過很多相當難聽或危險的說話 尤其是這種說法和態度 對其他國家來說 作為國家領導人是匪夷所思的行為 例如大家如果覺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說出如同特朗普相近的評論的話 這種態度可能已經代表著在開戰的邊緣 第二個令人憂慮的地方 就是出軌的軍人 與三軍總司令權限相反的憂慮 就是米利在事件中作出的行動 雖然從客觀角度 他的考慮是理智的判斷 亦是一個在軍方最重要的人物中 需要做出的充分考慮 但直接在表面上的權責來看 他的行動繞過了總統 因為當然他就是憂慮所在的源頭 同時可能是為了避免麻煩 亦迴避了部分理論上 應該參與的各位成員 這種行為的確違反了應有的指揮系統 即所謂Line of Command 當然包括米利 以及其他前任的聯席會議主席 同時一直說這種行動是慣例 而且是軍方應該做出的舉動 由這些在政黨輪替和白宮職務上的變動 可能令我們聯想到 好像在中國明朝後期有句說話叫做 流水的皇上鐵打的東廠 即是領袖會在權力爭奪之間有改變 但特務組織完全不會改變 今時今日美國是否會出現 又或者可能已經出現了 流水的總統鐵打的軍方呢? 除了憂慮出軌的軍人的危害之外 這兩年美國軍方做過惡劣的變化 兩極化和政治化 雖然軍方一直在背後操控美國的政壇 可以說都犯上了軍人干政的劣行 但過去很少直接對政治問題公開表態 所以對於美國人民以至於整個世界來說 美國總統和軍方的態度必然是一致的 不過這種情況在特朗普任內 可以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而且蔓延到現在越來越嚴重 在2018年 美國總統特朗普退出2015年簽署的 核伊朗協議之後 美國海軍將領和退休將領曾經質疑 退出核協議會為海灣地區製造一段不確定的時期 而且還反對貿然對伊朗開展 而在總統選舉之後 又因為特朗普一直沒有接受到選舉結果 所以軍方將領遊走出來 呼籲特朗普接受選舉結果 這兩次對於特朗普的質疑 似乎引起更多政治化的後遺症 結果不足一年內部分退休軍方將領多次集體表態 例如最近質疑阿富汗撤軍行動不當 甚至針對拜登的身體狀況 質疑他是否能應付總統的職務 以及最近這宗米利和中國軍方聯絡事件 當中涉及美國護旗首Fed Officer for America的組織 明顯地與拜登政府對著趕 這組織成員的真確性和帶著濃烈的政治目的 令人感到不安 這些事件中還有些令人提笑皆非 就是有軍方將領提及到 要與中國交代的原因 是恐怕中國政府會過度解讀美國白宮的姿態 也就是說其實軍方認為美國政界以至於白宮經常都是車大跑 而很多所謂聲明其實是真真正正的說了算 即是說了就算數 而潛台詞就說都是不要當真 正如美國上上下下包括軍方在眾多報告中 都說中國是台語號競爭對手 甚至說中國是軍事威脅 但是對於這個情況更深入分析的美國軍方眼中 中國似乎不是真正危險 而是一個可以預先通報的安全對手 尤其是為什麼美國軍方認為特朗普的選擇是中國 而不是伊朗 又或者傳統的對手俄羅斯 而怕要嚇壞中國 因為這些選擇背後的意義 說得不好聽 就說 這一輪到底要歸咎於誰呢? 純粹看看最近有沒有什麼新的消息 又或者在美國國民的心目中 到底哪一個國家更加是一個對手呢? 美國傳媒一直都批評 在美國政府、兩黨、軍方和背後的軍工集團 一直都在誇大外在的軍事威脅 從而可以達到不斷大幅增加軍費的目的 不過想想都很簡單 思想一下澳洲為何要借中國的威嚇為壓力 來引入一個2040年才能入列的核動力潛艇? 為何要搞這麼長遠的準備? 還是從頭到尾只是玩弄政治遊戲? 這次美國承諾協助澳洲製造核戰略級潛艇 亦因此搞出事 澳洲將三年前和法國訂立900億澳元購買常規攻擊型潛艇的合約取消 結果令法國人非常不滿意 先後召回大使和要求解釋 不過這件事我相信到最後法國都只是啞仔食王年 恐怕就原想拿些賠償也很難 最多就欠多少好處 如果馬龍夠聰明的話 就應該盡快在拜登身上拿些好處 否則這件事到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因為作為政治人物澳洲總理莫里森真是個高手 他很果斷地利用中美之間的矛盾 可以說成功地賺了大量的政治本錢 尤其是站在歐洲國家面前 敢向中國說不的大有人在 但能夠真正從政策到具體貿易上得到真正利益? 澳洲可以說是少數 莫里森是個曬冷高手 好像挑起與中國的矛盾 表面上遭受中國的制裁 但問題是因為改變原材料的市場份額 以及尋求取代供應商 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做到的事 中國企業更加要重視實質效果 所以無論是國企或民企 都必須考慮加工製品是否有利可圖 亦因為這樣 尤其是對於未來的市場 可能有些不穩定情況 反而令到價格上升 令到商品價格短期大幅飆升 因此才出現澳洲對中國的貿易數量 雖然可能降低了 但貿易額因為價格上漲不跌反升 所以莫里森這些短期的手段 都可以說非常之毒辣 好像這次引入核動力的潛艇 從理智判斷這一定不是好事 甚至對澳洲可能有滅頂之災的危險 因為一旦擁有核武器 雖然是核動力 但亦代表對鄰近國家構成相當大程度的威脅 而對手肯定亦要選擇用相應的武力來抗衡 本來以澳洲沽沿海上根本不會惹來甚麼麻煩 亦不需要發動甚麼襲擊 提高武力本來如不可及 但對於政客來說 提高軍設力量 尤其是頂級的軍備力量 亦的確有助於短暫提高支持度 所以對於澳洲以及西方國家政客來說 包括英國、美國 只是重視執政和聯合任 至於將來惹甚麼麻煩 都與現時的現界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反而如東盟 尤其是一些重視穩定發展 像印尼一樣 對於澳洲和英美宣布組建的 印太安全聯盟最不滿意 背後的隱憂除了涉及核擴散的憂慮之外 亦恐怕搞出新一輪的地區軍備競賽 尤其是如果搞出甚麼擦槍走火的話 災難都會落在印太國家的頭上 我是霍應強 星期三再和大家時事觀察